感謝 Apollo Fiber Insight 獨家贊助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我们那个书就是 寄来的是吧 是 好棒喔 各位 很寡分啊 其实它是一本 原文也是 其实一本小说啦 那翻成中文之后 当然它就 变三大册 那我现在才肯到第一本 所以后面两本还要继续肯这样子 那您来说说看 这个 阿德拉斯耸耸肩 其实这个作者 我来基本上介绍一下 说一下那背景 埃兰德 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那其实他是 女性了不起的作家 那他花了十四年的时间 写的这本书 他其实就是一本小说 他是小说 他是花了十四年的时间 这本书是他最后一本著作 花了十四年的时间 才把它完成 那他在里面呢 而且他出版社是蓝灯出版社 非常那个 重要的一个出版社 那他后来变成 不只是一本书 他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哲学 他叫做客观主义的 自由市场哲学 客观主义的自由市场哲学 那这个哲学呢 其实的那个核心的最终 如果你要把这么厚的一本书 把它完结 用一句话来完结 一个sentence的话 可能是这样的一句话 就是说 人有权利得到幸福 人有权利得到幸福 然后呢 他其实讲的 其实是各种文明的 包括这个 在一个设计下的 因为他把它做成小说 那时间呢 是在这个1957年的10月出版 要知道就是说 他原本他是苏联人 他在十几岁的时候 到美国去 所以某种程度来说 他后来就没有再 有机会回到苏联 见到他的亲人了 所以某种程度来说 他是一个难民 他是一个难民 而且他是个小难民 他从小就困苦 他从小就在这个 而且他是在整个就是 共产主义 跟这个自由经济 的这样的一个冲突之下 其实当时也有另外一个 非常杰出的人物 是我很喜欢 这个谈到他的 就是这个 到奴役之路 海耶克 到奴役之路 我很喜欢海耶克 这也是另外一个 自由主义者 那差不多同样的时间 那他当时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呢 受到非常大的攻击 因为很多人说 你这个书呢 其实就是 那个时代 在那个时代 1957年10月 我还没有出生 那我后来去查了一下 1957年的时候 台湾在干什么 我回去看历史的今天 就是1957年的10月 台湾禁止罗马字圣经 这个是在1957年的10月 台湾发生的事情 我们那一年没有 很好的戒严的时代 戒严的时代 没有什么著作 那就是在那个氛围下 可是 美国出现了一个 小难民成长之后 花了14年的时间 写下来这本书 而这本书呢 依据这个 美国的这个 国会的主管的 这个调查 这个是除了圣经之外 影响美国 最大的一本书 所以没有看到这本书 一百年来 影响美国最大的一本书 如果不看这本书 你就不知道说 现在美国的精英 他们在想什么 然后他们要把 整个世界 带往哪里去 尤其是在2019年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 新的世纪 长世代的元年 从2019年这个 长世代的这个元年 是战略清晰的元年 他们要把整个世界 带往哪里去 那因为我知道您 对这个书 以及对于川普政府的影响 有一些研究 所以我们还是从您这边开始 就是说 我所知道的川普政府的 大多数人 他们的年轻时代 都是受 这本书影响 是 他们是真正的一群这样子的 很热血的 童子军的 是英籍的 就是 童子军英籍的 他们一生都在为人民服务 为以服务为人生最高的准则的 这一群人 今天就是川普 整个政府里头最核心的 人士 都是受 Atlas Schrag 这本书影响的人 我们请导播上一下 这本书在这个英文的时候 它的原版的时候 是 是很号召力的 是 你看 一个希腊神话里头的神 他扛着这个世界 中文版就不是这样的封面了 他就是一个很树的一个 非常树的一个封面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 神话故事的这个神呢 有雕像 安兰兰 就是他的名字 是 Atlas Schrag 这个 这个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看看那个 这个 亚特拉斯 Atlas 他这个神的那个雕像 看另外一张图 那 这个兰德 女士 他就是主张 个体独立 跟成就 要使得社会呢 得以继续生存跟繁荣 也因此 我们应该要拥护的对象 但是这种个体的概念 需要一套理性的道德观 难得他的主张 是随着时间的发展 强迫个体 自我牺牲的任何社会 都会走向毁灭 这是非常强悍的 自由主义的主张 我再讲一下背景 像这个雕像就是 阿特拉斯 这个神 他扛着地球 那这个图我挑出来 因为他是 那个仰角的这样的 这个视角去看他 好像他扛这个地球 扛得很轻松 可是其实这本书 一开始的时候 他有一个主角 因为是小说 所以主角之间有个对话 他说 假使 你看到阿特拉斯 这个神 这个希腊神话故事里面 这个神呢 用肩膀扛起的地球 你看他站立着 胸前躺着鲜血 膝盖正在弯曲 有没有看到 膝盖正在弯曲 双臂颤抖 可是还在竭尽最后的力气 高举起地球 他越努力 地球就越沉重的 向他肩膀压下来 他该怎么办 你会怎么建议他 然后故事里面的主角说 耸耸肩 这是书名的来源 他就告诉你说 亚特拉斯耸耸肩 意思是什么呢 把这地球卸下来 丢掉 其实今天我跟一个朋友 在谈一件事情 就是说小孩子不好教 这个青春期的孩子 然后早上叫他起床 还不起床 我说 我们今天要谈的 就是这件事情 就是亚特拉斯耸耸肩 你就让他上学迟到 你就让他 耸耸肩 耸耸肩 你就让他这学期当掉 你就让他没有办法毕业 他说这怎么可以 老师让他来 我说 如果你永远不卸下这件事情 他永远不会长大 可是亚特拉斯耸肩 现在也在台湾发生了 不是吗 是 现在 其实亚特拉斯耸肩 有另外一个 更另外一级的看法 那这一级的看法是说 这个世界 能够有能力扛起地球人 我们不应该让他耸耸肩 应该让他继续扛起这个地球 然后他在资本主义底下 他trickle down 也就是这是一种保守主义的看法 是 让他的努力 让世界上比较聪明的人 他们可以赚更多的钱 可是要分享给那些 就是have跟have not之间的关系 要建立 而不是变成有能力的人夺取所有人的利益 然后不负责任 他们连扛地球都不扛 就跑了 就是把地球苦难留给我们 所以说这个是这本小说里头 一直在反复辩证的问题 反复辩证的问题 那当然我再跟大家讲一个背景 这是1957年书 不要忘记1962年 有另外一个了不起的女性 写了一本书 也就是《极静的春天》的作者 Richard Carlson 他所写这一本书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 当时候 现在我们都很尊敬的探杂志 或是所谓的哪一个magazine 都批评他 说这是一个女性科学家的梦魏 那是这样的时代 所以阿姆蘭他写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受到非常大的压力 的原因也是说 他其实尝试去讲述一个这样的时代 我们应该如何为自己这个时代来负责 我们应该要如何 他这个书里头最重要几个价值观 所有的道德跟罪恶都取决于 一个人是否成功以理智 作为最基本的生存工具 理性正直诚实正义 独立生产制造 以及因为这些成就而来的骄傲感 就是光荣感 这都是难得成为一个客观主义者 不可或缺的道德价值 而且这本书很特别 你看1957年的书到现在还在卖 而且呢 他事实上是在2009年的时候呢 他又重新在有人发现这本书 又在说这本书 为什么在说这本书 2009年的时候发生什么事 国际的金融的风暴 金融的风暴 所以他们说 怎么早上起来发现 那个阿德雄雄间的这本书 所讲的场景发生了 应验了 所以其实葛林斯潘 是这个作者的一个非常忠实的粉丝 他是难得的粉丝 而且事实上他认识他 就他还没有去世之前 所以葛林斯潘就 而且葛林斯潘 就连准会主席了 葛林斯潘对他的这个推崇到什么程度呢 他说他遇到这位女士之后 才开始开启他的智慧 而且在男性的这种 美国的这个男性成长网站 是男性必看的百大书籍之首 是的 我们介绍这本书的原因 就是说如果你要知道 川普总统 他这个政权的脉络 你一定要对这本书 又要一点涉猎 然后要对他们的勇气 那面对这个事情 面对中共这个邪恶的时候 他们是亚特拉斯 他们不怂怂肩的 他们就扛起这个地球 他们要扛 就是我们所谓的三一 三个一 就是扛地球的方法 他们都有了 那这个中共在他们胸前 在他们膝盖上到处 这个让他们出血 让他们受伤 他们都挺过来 就像我们那张图 他扛着地球 这样我们所看到的 基本的今天的美国再次伟大的形象 America first 其实就是亚特拉斯的角色 那他当然在这里头 他不是震撼 是不震撼 他并没有要耸肩 可是他对于 这样的一个过程 整个社会的这个问题 他为什么能够预测这么准 就是说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除非他不是人 他在1957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共产主义才芳心为爱 你就想再想起另外一个作者 1948年 有一个叫做这个乔治欧威尔的 写了一本叫做1984年 当时候预测整个1984年的时候 全世界都共产主义化 就被赤化 全球赤化 赤化以后的世界 就是那本小说1984 写在什么时候 1948年 你看1948 1957 1962 其实是一个全体善良反省 然后突破 有人从环境保护上面 像Richard Carlson写了 《寂静的春天》 警告这个世界 有像亚特拉斯耸耸肩 他写了警告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正在被剥削分裂 然后那些勇敢扛起地球的人 却常常受到攻击 然后1948年的乔治欧威尔 警告这个世界如果在这样没出息的话 就在1984年全球会赤化 你看这个时代多么厉害的时代 多么有智慧的时代 他们就在那个时代里头 出淤泥而不然 他们就这样子种出来 就是到了今年2019年 我们讲起这三本书 还是热血会疼 我们真的很感谢这个世界 有这样子的 聪明 真正聪明 有这样一次会出现 Wise woman 这么聪明的男士 这么聪明的女士 写出这么了不起的著作 我们应该好好阅读 来为2019以后的这个世界呢 我们去找出我们的 就是他讲的 我们的理性 我们的正直 我们的诚实 我们的正义 我们的独立 我们的生产制造 以及为这些成就 我们得到了骄傲感 我们要寻回这个问题 下一段我们进来 讲到这个制造 所以其实川普 为什么会这么honor制造业 恐怕跟这本书 脱离不了关系 他证为这是整个经济制度 trickle down trickle down 就是坚低理论 就是整个世界的经济 应该要有一个从高而低 整个底路均沾 经济利益要分配公平的原因 在这里 我们下一段进来 感谢Apollo Fiber Insight 独家赞助 请不吝点赞助 大家好 同温层突破 同温层 我是同温薰 我是同温薰 好这个我们还是回来讲这个书 阿特拉斯耸耸肩 其实他里面有一个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也是他为什么会在出这本书的时候 在1957年就受到很强烈的攻击 因为他认为 如果说我们有一群人很努力的 很善良的工作 然后累积了一些粮食 然后你要要求说我来分配 所以我就把这个粮食呢 送去欧洲给一些正在爱恶的人 免费送给他们让他们吃饭 他认为这样子是一种小偷的行为 然后他认为说所有的这个邪恶 就是依赖善良来喂食他 这个跟其实这个海耶克讲 通往奴隶之路 其实是由善良善意堆砌而成的 就是好人做坏事 是好人做坏事 那为什么你的善意会到最后变成是坏事呢 就过去这40年荣共的时代 美国不是做好人吗 结果赔了一个恶魔 他就是建立了 Build的一个China Build double country 那今天2019年 其实是2018年的美国 完全的还行他们投给川普的原因 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去喂养一只恶魔 把他喂养这么大 你到底是哪个地方 就战略模糊的时代 你搞错了 你做错了 所以美国说我不怪习近平 那个川普说我不怪习近平 我怪我自己 我怪我自己的国家 怎么会做这么蠢的事情 这种反省自己的能力 其实才能够带着整个国家前进 对不对 看到自己的错 我本来一直在想说 这个川普老喜欢用小偷 贼 强盗 这些字眼 骂中共 我现在找到原因了 你记得这本书 你记真的这本书他想要做兰德笔下的英雄 兰德笔下的英雄的必须 不断对抗那些抢脫他们价值的寄生虫 冄生虫 那个时代讲的就是苏联那种国家 这个时代讲的就是中共这样的国家 寄生蟲 这是整个世界的寄生蟲 是强盗 是小偷 在这本书里头呢 一个末世一般的人类 发展最后的阶段 一级强盗跟灰强盗之间的冲突 文明的冲突 文明的冲突 我们不做强盗的 跟强盗是完全处在两种不同的文明 The crash of civilization 是强盗跟不是强盗之间的冲突 强盗们呢 就是用各种方法 偷取你的高科技 还要污蔑你 吃美国人的饭 扎美国人的锅 这种强盗行为 川普说 我错了 我让你有这个机会 我吃牛吃 咖喉堆 不是牛吃不对 是我不对 我哪去吃牛吃 这个哲学思想来自谁 来自Altra Shrach 要怪自己 你怎么会去做这个事情 你是好人 你怎么可以 臣服在邪恶底下 还帮他做服务 是吧 扛着这个 非常沉重的地球 有时候他扛的是邪恶 你在帮邪恶扛地球 然后扛得非常的辛苦 然后他还羞辱你 他说你是这个帝国主义 你贪婪 你造成老干 人家给你陷着老干 这个川普无法接受 直接讲 这个川普用的那个字 强盗 小偷 寄生虫 那些字 就是来自于他读过的Altra Shrach 我最近看了一个舞台剧 是那个李刚导演 他带着这个一个团队 他是自骗了 这个舞台剧讲的那个就是 阿爸的阿部的手提箱 阿部的手提箱 他讲一个日本 他讲其实是那个东北角的这个金瓜石那边 金瓜石 一个老的家族 有钱的家族的一个故事 台湾的 严家的故事 对 那他讲说 这个年轻的日本女孩 嫁给了这个富家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富家子 那他所面对的认同的问题是他要让这个家庭可以认同他 可是这个富家子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是到日本去 所以他他面对的是希望日本可以认同他 结果没想到日本战败 回来台湾之后 那个中华民国政府过来 他又希望得到中华民国政府的认同 所以他在这个国的大的认同 跟他太太在小的这个认同里面 事实上是不断的挣扎的 那所以我们其实可以从大的这个格局来看很多的这个问题 跟小的格局也可以看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作者 难得了不起的地方是 他用这个小说的形式来呈现这样的一个很复杂的 共产主义啦资本主义啦 个人主义啦的挣扎 他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他说这个里面有一个主角 他用这个主角 因为他觉得他有义务抚养他的妻子跟家庭 还有小孩 尽管他的这个家人对他毫无感谢之意 而且公然表现对他的敌对 那他说 他说我想到头来总要有人被牺牲 如果结果是我的话 我也没有全力埋怨 然后另外一个主角是说 邪恶本身是无能又没有力量的 除非我们任由 他由我们从我们身上敲诈而去 所以他们是从一个 这是中共过去几年做的事情啊 对 包括台湾的台商 都被这个邪恶的无能所控制 然后还去帮他服务 那回来以后 像郭台铭还不敢批评半句 我让郭台铭受到中共的这个打压 一定是到了他很愤恨的程度 可是郭董事长 你为什么没有勇气批评中共 可是这个是我们之前讨论过很多次的 就是活在战略模糊世代的人 其实都是这个特色 就是说他们没有勇气讲真话 然后他们讲的话都很模糊 因为怕讲真话会被伤害 还讲说什么民主不能当换吃 是 那他们甚至是认为说 只要能够赚钱什么都好 其他通通一切可以妥协 蓝金黄都没有问题 所以邪恶本身是无能又没有力量的 都是一些自认为好人 任由他们敲诈 就是因为他没有勇气反对邪恶 不敢直接直指邪恶 像我们这样每天对邪恶开战 告诉他你不会赢 就像彭斯说的那句话 这个邪恶已经向我们 对自由民主信仰的这种信仰来开战了 但是我们要告诉他 你没有办法散诚这个信仰 我们用这样的精神往前走 我们也介绍了大家知道 Atlas Shrach 其实就是今天在这个世界上 超强的美国的这些领导人 他们的mindset 他们的心中其实是 我们为什么这么能够一直在分析他们 而且屡事不爽的去告诉大家说 川普其实是这样的原因 是我们今天揭露 他的从小到大 他们这一群 今天的美国最重要的官员 他们都是读这个书长大的 他们心中都留有Atlas 他们就有扛起地球的雄心壮志 而且他们不为被刺被伤流血还是继续扛着 他们认为有必须有人做这个牺牲的精神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必须跟随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精神去往前前进 好 然后其实还是用非常浅白的对话 在这个主角他还有另外一段话说 我看到了邪恶的无能 邪恶本身是无能 然后看到他的无能 也看到他唯一用来取胜的武器 这个武器就是利用那些愿意服侍他的人 我觉得这个 为什么这本书可以将近这个七十年来 在美国的这个畅销书排行榜上 他还是第一名 我就跟你讲我有一天在纽约 我那时候是在Blowway 在百老会 百老会上面有一家非常大的二手书店 那我好高兴找到了这一本书 一问好贵哦 是所有的书最贵的一本 二手书还是很贵 二手书还是很贵 一般的二手书大概都是十块钱以下 有些甚至你看了很棒书 两块钱三块钱这样 可是他还是很贵 非常贵 表示什么 仍然非常畅销 所有人都在问这一本书 年轻人年轻的一代继续读 我其实蛮羡慕的 你觉得我们台湾现在 我们这个时代跟我们的年轻师 有啊 大家都有在读书啊 读脸书啊 天啊 这个太冷了嘛 这个笑话太冷 脸书 脸书不是书 真的很可惜啦 我觉得我们少了一本我们可以共有阅读的书 OK也许是这本书 那么所以呢 利用那些愿意服侍他的好人 其实这个就是斯德哥尔摩政后群嘛 是 斯德哥尔摩政后群 受尽屈辱 可是他回到台湾还是在帮他们讲话 看到他跟国台办的人那个 这些官员 登公屈膝 握手的时候 不但握手还 这个姿势其实很难看的 其实我跟你讲 其实我都知道 中共 都还嫌他 跟他们握手的时候 站太高 你最好是趴在地上跟我磕头 趴在地上还嫌高 你最好挖个地洞把自己埋进去 我讲这个话 郭台铭也好 蔡远铭也好 你们应该非常有经验 可是你们都缺乏向善良 来投靠的勇气 你们都缺乏对于邪恶 不敢谴责 你看六四天安门世间 你们半句话不敢讲 你们的人格 其实在这时候就破产了 是不是 如果用几个标准来看 很容易做选择 那所以呢 其实最近我们看到那个金门县长 跑去中国 跟这个国台办的官员 见面的时候 都是说希望中国可以来协助金门的发展 我这天啊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 这个美中经贸大战 中共已经快要被打趴了 而且打趴是必然的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趋势 无耻这种人都非常无耻 好可是为什么没有人出来谴责他 就是这种所谓的平庸的邪恶 或是说他们其实已经像邪恶 我比较喜欢用的就是他们已经沉浮于邪恶 向邪恶妥协 然后不敢对邪恶有任何的指责 其结果就帮助邪恶继续成长 然后在这个 我看报纸有一个统计 对于华为要不要继续出货 说台积电之外 大部分人都是继续出货 那只有一家好像是做这个晶片设计的公司 我们的这个曾经是古王这家公司说 不会签新的合约 那其他五六家公司都是会继续出货 其实一样的问题嘛 过去这些 私宿列车撞向悬崖 还不知道要跳车真可怜 就是邪恶只能利用那些愿意服侍他的好人嘛 对 那可是服侍邪恶以后还是好人吗 这些还是好人吗 当然没有人会认为自己道德有瑕疵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好人 不能还行 不能面对邪恶提出指责 你就要开始怀疑自己的人格了 这件事情可以解决的 其实难得有提出解决的方法 我们下一段进来 感谢Apollo Fiber Insight独家赞助 请不吝点赞助 请不吝点赞助 大家好 童文城突破童文城 我是童文勋 我是杨倩宏 然后这时候我们继续谈 就是说邪恶是利用愿意服侍他的好人嘛 其实我觉得这个现象已经在民进党内部发生了 像这次中子委 他们竟然可以这样子 连表决都不敢表决 就变更了他们自己公告的这个 不敢主张民主 彻底的主张民主 然后很虚伪的或是很心虚的 说哎呀我们透过中子委的表决也是民主的一种啊 你已经离开民主了 所有人已经告诉你这叫民主退步 因为你们的身份 你们选上的过程里头已经留下瑕疵了 你们是同而竞选 是用政治权力分配 过去你们非常厌恶人头政治 结果中子委全部变人头 然后你们把他标一个东西叫做这个叫民主 这叫民主 好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说蔡英文有他的这个朱英台 蔡英文也有他的御饭团 应该是御饭桶 因为一桶嘛 一桶江湖这样子 那其实那 那赖金德后面有谁呢 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可能是新世代 在战略清晰之后 会产生出来的新的人类 就是人心觉醒 就是我讲那个awakening 其实大家都受不了这种enchantment 就是这种 我们必须经过那个disenchmentment 我们今天讲了半天 讲Etherest Shock 都在讲说每一个世代 如何保持清醒 不受诱惑 不会被迷惑 然后去盲目的崇拜 然后甚至崇拜到最后还向邪恶崇拜 然后不敢对邪恶说半句恨话 然后不敢对善良有任何主张 这样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 其实这个我们要讲的是这一本1957年的书 今天反照在川普美国这个政权上 然后呢你就看到有一堆人 这种战略模糊时代的一些政客呢 美国政客 在纽约故意要去刺伤这一些 今天愿意扛起这个世界的川普政权 然后去伤他 还跑到台湾来讲一些非常不三不四的话 来继续伤他 我们可以再把普瑞德的这个 非常可怕的那一段话 就是美国不是百分之百支持台湾 然后这个美中贸易炸战 最后受伤会是台湾 确实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 这个我们要主张怎么样避险 我们要跑在政策之前 这要自己有一种觉悟 自己要去做对的事情 而不是事事都要依靠说 美国要给我什么好处 这不是一个积极的国家作为 这不是一个要务实的台独主张的作为 务实的台独主张就是从今天起 有非常多有别于过去战略模糊时代 活在不清不楚的一样的一个 国家认同里头非常混乱的这个 我倒不觉得美国有那个 普瑞德所讲的精神分裂症 他用的是那个英文叫 schizophrenia 我认为是台湾自己有 今天有精神分裂症你知道吗 是我们自己有问题 美国没有精神分裂症 是台湾有精神分裂症 我们必须在这时候 非常清醒过来 对于其实很简单 指责邪恶 主张善良 其实这是我们所有要做的 我今天认同赖清德的原因是 他对善良的无限憧憬 他想要去 他对邪恶毫不客气 他直接主张 我们欣赏这样子的一个道德勇气 OK 所以其实 我还是要说就是 从一开始 这个论述开始 我们其实在谈的是一个什么 亡国感 对 有一堆人有亡国感 其实真的不需要 因为我们其实看到 我们要设法 我们能够看到的东西 我们希望大家也看到 就是 历史的轨迹在往这个方向走 所以清晰的战略的时代 已经来临了 然后全世界觉醒 要防堵中共去破坏整个国际的和平 然后把他的毒素散播出去到全世界 大家在防堵这件事情 行动已经开始了 所以绝对不要选错边 而且我们也不可能选边 因为其实 台湾的基因 我们的民主的基因 我们的信仰的价值 也 应该就是 天生就是在美国对 所以也没有什么 美国是不是百分之百支持台湾的问题 这我前几次跟大家讲 那两个棋盘 台湾都在三三的位置 我们要自认非常清楚 我们 虽然我们不是亚特拉斯耸耸肩 我们也是一个 必须扛起这个地方 皇位台湾 成为一个民主自由基地的责任 我们这个信心 我们这个决志 我们这个坚持一定要有 是 所以 我们来谈一个事情就是 最近这个 其实时间很久了 我一直觉得媒体要自行 就是不能说 中共说了什么 你就照刊 照灯 来文照灯 其实这段时间已经 谈了很久了 就是说 您讲的那个棋盘 中共有它的对策 是啊 它说要把这个台湾海峡内海化 它已经讲很久了 它已经讲很久了 它没有兑现嘛 但是报导还是报导 而且很多人还相信 它要把它内海化 它要用法律去规定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这个主张呢 是全世界现在最重要 这个台湾海峡 就在我们这里 我说过了 这个台湾海峡 这个附近 包括台湾岛附近 每一年 一百五十万架次的飞机 飞过去 每一年台湾海峡 有五十万 艘的船走过 你把它处整整个每天 你就知道有多平缓 这个自由通过的海域 一定要让它继续维持自由通行 我们必须有这个责任 美国 英国 法国 日本 韩国 大家共有主张 这地方 今天中共 非常霸王的 非常蛮横的说 它想把台湾海峡内海化 其实台湾海峡内海化 它的基础是什么 留倒不留人 就是它把台湾 变成它的军事基地了以后 它才能夹杀所有在这个地方 过的飞机跟船 可是 问题来了 这个根据这个国际公法 对 在国际公约下面 它没有办法内海化 因为现在的这个国际海里 是12 是 它现在根本就 就是说吃联合国的饭 也扎联合国的锅 它现在是什么 台海最窄的地方是70海里 对 那所以你各扣12 就是台湾 升出去12 它也延伸出来12 那剩下地方是公海 剩下一个很狭窄的海道 这个水道 非常狭窄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已经是狗急跳墙 什么锅碗瓢盆 都丢出来 都丢出来了 哈哈哈 连内海化 这么 没有尝试的东西都丢出来 不过 很好 它敢这么张扬 美国也不是省油的灯 这也就是为什么 你可以看出来 美国 所以我的意思也很简单 美国的军舰要靠港 已经是 只要台湾这一边准备好 它就靠港了嘛 所以真正要的是什么 2020年的选举 我们的总统候选人 要说出这一句话 我当选以后 我愿意每箭每机 包括日箭日机 包括英国的 化国的军舰 通过台湾的时候呢 我们愿意提供它 友善停靠 是 它要来补给水 上岸吃吃东西 休息一下 整补总是船 很容易在海上 发生问题 台湾修这些船 都没有问题 都是低流的 不管是停在花蓮港 或是停在基隆港 或是停在高雄港 我们都应该表示欢迎 这是国家级的层次 我们应该发表的 直接对抗 这个 所谓要把台湾海峡内海化 它做不到的 这个 是全世界的台湾海峡 海湾海峡是属于世界的 是我们要保持这个地方 自由通行 但这一件事情 台湾人出来主张 就可以得到 全世界各国 对台湾的肯定 是 中共要把它内海化 所有的人都否定的 那面对这种 这么邪恶的主张 我们就不能模糊 要提出来反对 当然 蔡英文总统 现在当总统 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 他都可以明天就公布 这是总统的责任 可是如果他要让给 蔡英文如果要把他让给 赖清德去讲 我们也欢迎 其实我们提出来那七个东西 他可能都会认为 这是troublemaker 是吗 怎么会呢 因为 只要让他觉得 这个可能 要去处理中共的怒火 可能他都认为 所有的提议 都是troublemaker 好 所以 我们还是要把 川普 就 他自己反省的那段话 我们再把它看一遍 其实这个非常关键 就是为什么 我们讲说一个人 唯有能够反省自己 他才能够往前进 认错 认错 反省的基础是认错 认错 也才有宽恕 那从头到尾 认错才有出路 中共在天安门的问题上面 他从来没有认错 不认错 没有出路 而且他认为他是对的 他认为那是当时必要的措施 是 那所以 川普的 悲悯 他其实是哀叹叹气 万坦 就是说 这么一个国家 占了我们这么多年的便宜 我怪我们 我不怪他们 那这个是非常 我觉得有修养的一个高度 才能够去 去说出这样一番话 对 所以这也是难得 在讲的这个问题 就是 其实都是所谓的善良人 养成的这样的一个邪恶 也是非常非常邪恶的一个 平庸 对 其实他讲的 那个都不是善良 我认为就是平庸 平庸跟邪恶 就会结合在一起 平庸就认为说 哎呀这个事情 我们不能主张 我们就是 生意仁义 经济第一 经济一百 政治灵 都混话 都乱讲 其实他所谓的政治灵的意思 说我一切听共产党的 所以难怪 习近平会认为 他们有所谓的制度的优势 是啊 因为他们是集权 所以呢 他可以长长久久 用同样一个政策方向 他的战略就是 我们讲的百年马拉松 对 他的政策是很一致的 可是你们这些民主的人士呢 有什么用呢 你们就是每四年要经历选举 嗯 然后甚至有一些是平民出身 所以你也不是什么资本家 也不是什么产业的这个企业主 因此你的利益是非常短的 甚至你来看我们这些领导人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握手的时候还要兼鞠躬 不要说是谁 奥巴马 说起来是很可悲 就是见到共产党那些人 还羡慕说好像他们可以不必选举 甚至他们真的有制度的优势 都背离的民族的 对 但是他们要知道 其实我认为像习近平这样的搞法 是整个的中国的政治 已经变成一堆垃圾堆了 那这种垃圾堆 其实等着被历史淘汰 那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时间点而已 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有所认知的 那也还好今天我们出现了川普总统这样子 他这种亚特拉斯型的 不耸肩的 那继续走下去 然后自己知道怎么还行 这个美国过去四十年的错误 走向战略清晰 然后他非常清楚的 也就是他的那个 我们说了几次 他叫Kiron Skinner 他的这个国务院里头最重要的 所谓的政策规划部 的部长 他这样子的一个谈话 就是认为这是一种文化冲突 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这个地方 让大家知道更多 也就是说 现在大部分的那个政治的主张 像普瑞泽那一种非常浅薄的 这种政治充满的对于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一种仇恨仇视 然后所做出来的这一种所谓以美论的这种东西 我们一定要予以谴责 因为这个就是向邪恶妥协 而且其实我记得我们在去年 在这个听这个Steve的演讲的时候 叶望辉先生 他其实一开场的时候他讲一段话 我觉得挺有趣的 因为其实台湾人都希望说 美国可以保护台湾 对 但是其实不是美国要不要保护台湾 其实我们的立场 我们的见解是说 在棋盘的位置上 台湾的这个位置 就是不能掉了一个战略的重要的位置 要自我认知 要自我认知 所以呢 其实叶望辉先生那时候的回答 其实他一直都没有变 他也是一个非常坚定 清楚战略清楚的人 是 他讲了什么东西呢 他讲了说这个 你不要期待啊 川普每天早上醒来都会想到台湾 对 可是他只要下床 穿起鞋子的第一秒 他想到中国 台湾就赢了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也把叶昂辉 刚才导播放上来的这一个 就是当做这一个 这一段的结语吧 就是 就是 其实 这是 有媒体在问他 就是说 到底这个 有没有 现任总统被挑战 然后初选不过的 他就举了三个 这个例子 而且这三个例子呢 其实都不是很远的例子 对 那不止这三个例子 其实 美国两百多年来的总统 没有连任的很多 而在党内初选就落败的 至少就有这三个例子 像詹森 这是在1968年 然后在1976年的时候是福特 所以在1980年卡特 所以这个不是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 所以最近这个 小燕总统接受媒体的采访 因为他们现在要这个 民调了嘛 所以他又开始去 找一些媒体来采访他 竟然说这个 他说民众有点不习惯 所以如果这个 不习惯就是说 如果现任的总统没有连任 我们才几任的总统啊 台湾的民主其实还很年轻 他说民众不习惯 那这个也是我们 为什么要出来做节目的原因 我们可能在民主的 深化的那个历程的过程 我们没有真正看到历史的高度 我们没有真正看到 我们应该拥有的智慧 我们应该要福音的一个 国际的文明是什么 然后这个文明是一直 往这个方向去的 一个战略清晰的时代已经来临 下段进来 感谢Apollo Fiber Insight 独家赞助 感谢Apollo Fiber Insight 感谢Apollo Fiber Insight 位于最重要的 合同的位置 fluorinate 饭 总统不徹 大家好 童文城突破童文城 我是童文勋 我是杨宪宏 所以我们继续谈 其实这个 有些人说 像这个 这次的这个华为的事件 很多人还继续出货给华为 台湾这些厂商都是亲共 要这样认知吗 我认为不是 像邪恶臣服 像邪恶臣服 我们用难得的说法 这是比较 就是客观 就是难得的客观自由主义 不敢主张正义 是的 他不是亲共 其实你让每一个人这样 不敢主张价值 是 我们所看到的非常多 包括美国的这些 前几天我们批评的 孔杰荣所斥责的那一批人 你说他们是不是已经是共产党 或是我们这几天讲的张周摩 他不是 他不是已经亲共 不是这个词 亲共有另外的一千人 他们是不敢向邪恶说不 他们习惯这样子做了 他们习惯模糊 习惯不讲真话 他明明心里头非常气 我认为这个可能都包括郭台铭 他也是老实说 我不可能任何 你富士康在中国所做的那些东西 然后你跳楼跳了这么多人 那时候你不知道 后面的中国官方怎么搞你吗 当然知道 所以你想走 你从你的脚 一直从中国移出来 移到各个国家都失败 你只没有一个成功的案例 所以你好像 跟中国之间你拔不开 可是我觉得 郭台铭的问题 就是不敢向邪恶说不 因为他们过去这样做 可以得到很大的利益 这样怎么做台湾总统 可以啊 他继续这样做 而且就是拿台湾的利益 去交换他所要的利益 不就是这样吗 而且他们还可以自己正当化 因为我觉得战略模糊的时代 他们很会 很会什么东西 很会 很会正当化自己的懦弱 很会正当化自己的没有勇气 对 他们找尽各种的理由 民主不用当饭吃吗 民主不用当饭吃 然后我们这样做 是为了协助中国走向民主 其实这个就是 川普总统一直在这两年多来 他一直在反省的 就是说我们错了 过去四十几年来我们都错了 而且这也是最近 我们看蓬佩奥 或是美国副总统彭斯 在演讲的时候 讲的同样 他们是同样的口径 讲的同样的话语 所以蓝德确实对于现在 影响了很多 今天的美国政治圈的任务 他们的mindset 他们心里头非常绝志的一些思考 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去买这个书来看 关键在于 因为我们已经预测了 被这本书影响非常深的这一群人 川普总统他应该连任会成功 所以有六年 还有六年的执政 还有六年执政 有人说不对啊 不是明年就 没有啊 美国总统是明年年底选 我们应该说从川普开始啊 我认为蓝德主义啊 在美国会盛行非常多年 非常久 非常久 可能到2050年嘛 这个 这个 接下去 后面30年是绝对没有问题 对啊 就接下去就是彭斯 彭斯更是 彭斯的思考 你看 根本就是 他就是一个亚特拉斯啊 所以你看一本1957年出版的这本小说哦 主导整个美国的近代史 对 这是非常可怕的哦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他花了14年 不忘这14年的了不起的书 这本书 不过美国有一些这个自以为是知识分子的 包括像纽约时报哦 都执政这曾斥责这本书说充满仇恨 不过我觉得还不错 我们刚刚提到的Greenspan 就是原来联准会主席啊 叫Alan Greenspan 写了一封信给你回时报 指责 时报说这本书充满仇恨啊 更好是与事实相反 呃 他主张说亚特拉斯耸耸间 是对于生命和快乐的赞颂 正义在这个书中得到生养 而创造力的个体跟坚挺不驱的人类目标 和理智则带人迈向愉悦跟满足 那些持续不愿意面对理性跟人类目标的寄生虫 则在书中被淘汰 Greenspan 注意 如果你不认识兰德 你至少认识Greenspan吧 Greenspan的确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联准会主席 我们以前都要听他的 哦 他一召开 所以后来的联准会主席 没有一个像Greenspan那么样睿智 这是事实 不过蛮有趣的 因为葛林斯pan他非常有名的就是 只要有人问他会不会升息或降息 他都说其实他是一个模糊大师 他的回答通常就是非常的模糊 让你不会知道说 最后他们决定是要升息还是降息 不过他至少他的mindset是清楚的 是 也就是说他的认可的这个 他有关升息降息的问题 他的掌握的点 是我在重褥他这一句 所以坐在他的位置上是 本来就是不能说了 所以你只要问他他会给你模糊 这是正常的 他就是正义得到生扬 创造力跟个体坚挺不驱的人类目标 理智再向迈向愉悦跟满足 这个是很棒 我非常欣赏Greenspan对这本书的书品 所以既然这个世界是往这个方向走 而我们认为难得的这本这个小说 这长篇小说 他最重要的精神其实就是一句话 人有权利得到幸福 但是你要尽量争取 你要努力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所以你必须要 不要当小偷 不要当强盗 你必须要有勇气 你必须要能够卸下 你肩上你认同了加害人 你自己变成被害人 你竟然还为加害人去抬教 帮他去加害别人 然后自称为自己是善良的 自称为这个叫做党内民主 这个我们看到了很多荒谬剧在2019年上演 所以也有蛮多的感慨 当选过关 弱选被关 这当然那些常有的 然后所以一种 一种起连式的政治 我心里想说如果你都已经自己都保护不了自己 你怎么去选啊 我们来讲一个麦瑟很清楚的人 就是赖清德 还是回来谈他 因为赖清德 我觉得他很有勇气 对你看他从 他也知道他的目标 从初选开始 3月18号开始 一路被压着打 可是他没有沮丧 他就一路 其实我们一直在观察他 我们不是说挺赖不挺赖 而是我们一直在看这个人 他就是时事创造出来的英雄 就是在这个时事里头 他创造出来的他 他的性格里面 那我们希望他未来作为一个英雄 他创造时事 本来就是时事英雄 英雄时事之间 都互有因果 有时候会分不太清楚 不过目前这个阶段 是因为有这个时事 创造出他这样的英雄 这样的英雄 就是葛林斯班所讲的 就是兰德所讲的这样的人物 他们非常清楚的知道 在强盗与灰强盗之间 他做的选择 人有权利得到幸福 所以你应该有自由 你应该决定我要不要参加初选 这是自由的 那么迎向自由 他的整个思维 对于中国跟中共他分得清楚 他对于中共应该要站在什么样的态度上面 从六四的表现 从这个热比亚 达安喇嘛 能不能来台 他讲出 当他站出来讲出 他在六四的问题 他谴责中共 非常清楚 平均楚楚 火灾器官 火灾器官 他谴责中共 他站在最前线 他对于 维吾尔现在被关押 他谴责 都很清楚 他跟中共之间 就是强盗 以对抗强盗的英雄之间的对话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对着强盗说不 这个是第一 第二 就是赖清德在这个过程中 他非常坚持台湾人的价值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坚持 我们有看到他 有资格以及适合当2020总统的特质 他有 他已经其实都已经发挥出来了 然后在这么艰困的状况底下 被压迫的状况底下 他还维持优雅 就是压力下人维持优雅 不口出而言 都是来自他心中有一个 难得所讲的那个正义跟坚人 这是了不起的 我们就称这叫亚特拉斯精神 或是难得的客观自由主义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当然不知道赖医师 他过去的训练是什么 但是他对生命的价值的重视 使得他有在这样时 是串出成为英雄的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在共创一个 新时代新世界 我们当然是需要一个新总统 这个新总统必须符合这些价值观 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全世界 现在正在往前进的mindset 我们应该要大家都共享这样的心理基础 往前走 那这样的一个领袖人物呢 我觉得没有别的选择就是赖清德 赖清德具有这样的气质 跟对时代未来的指引跟看法 我们应该支持他 而且在3月18号的时候 其实这一切都是不清楚的 真有趣 其实我讲的就是这个 我老实说 我们必须自己还行 3月18之前 我们一直在怀恼一件事情 所以我曾经把这个故事说成说 因为我很多朋友是这样 亡国感也好 或是怎么样 就是觉得输了 那怎么样在输里头 不要输那么难看 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了 因为那时候的情境 看起来就是 蔡英文要继续选 而且一定会输 而且一定会输 那在这种状况底下 我们要说什么 那我说当时候 很多人的台湾是黑白的 3月18 当他走出来说他要选 好多人的人生 都变成彩色 但这一点就非常了不起 一个人的决定 决定了所有人 对于未来想象 本来没有窗 没有光 有了那个裂缝以后 光就照进来了 就是他用的那个词 我必须说 在3月18之前 甚至3月18他领表 虽然很多人突然变成彩色的 其实你还是在想 他到底是不是适合 当然他必须要受到检验 对他必须要受到检验 所以其实在3月18那一天 其实还是不清楚的 所以一路一路走过来 他越来越好 你发现说原来这么清楚 你看他说有 我们就透过那个不美好的洞窟 有一个裂缝 所以我们见到光 见到什么光 当他说出说 我当选就邀请达赖老妈跟热比 要来台湾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非常清楚 对邪恶说不 像善良无限憧憬 的一种政治理想 那个政治理想 正是台湾现在需要的 人有权利得到幸福 为什么达赖老妈跟热比亚 没有旅行的自由呢 我讲一句话 我在这个过程中 跟美国的朋友 一直在交谈这个事情 美国朋友非常清楚 告诉我一句话 他们非常希望达赖老妈跟热比亚 都可以随时来台湾 不是来一次 来很多次 然后他们在问说 像蔡英文这样子 要出国去 每个地方都被中共打压 热比亚也是 达赖老妈也是 所以他们心里想说 你都被打压的人 你为什么要去打压别人 你应该要同理心吧 去欢迎他 到今天为止 我都还没有听到蔡英文总统 就在这种状况下说出说 他愿意邀请达赖老妈跟热比亚来 可是赖清德讲了 我觉得很多人问 我们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不是就出了这个命题吗 我认为蔡英文跟赖清德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今天我没有看到一项 完全不一样 你晃在心里想 你觉得邀请达赖老妈跟热比亚来 这样的一句话说出去以后 你觉得那个跟台湾的未来前途之间黑与白 邪恶与善良之间的分野 有没有带来葛林斯帆所讲的 是那种愉悦跟满足 就是因为你各这样的一个对正义的决定 决定了你对生命跟快乐的颂战 这就是葛林斯帆讲这个Altra Strach这本书里头所传达的精神 我要讲的是这个精神现在已经变成美国第一 America first的这个主要精神的核心 虽然他们没有在张扬这个事情 可是我们非常清楚 Altra Strach就是这一代的美国领导人 他们最核心的价值精神 他们已经内化到他们心里头去 你只要观察他们所做的一切 对中共的这种邪恶的谴责 跟对于善良的这个无限的憧憬 这个非常infinite longing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你就知道那台湾我认为 耐清德接到了这样的地气 他已经接了这个地气 那关键来了就是有人还是会认为说 如果这个民党这个党中央没有办法坚持民主 然后竟然在这个初选的民调的事情上面作弊 那么我们的这些期望可能就不会出现 我们认为目前为止 台面上最适合的总统的这个候选人 他事实上是不会参与 他没有办法代表那个民党出现 而且以他的性格 他显然看起来是不会脱党参选 他也这样说了嘛 那所以如果真的这件事情发生 我其实自己有一个想法 即使是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就把它当做是什么 我们知道2019的长世代 战略清晰的长世代开启了 今年是元年 那么这个历史是不可逆的 如果台湾 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恨逆的逆向逆潮流 往后退 退不当出现的话 那也不过是一个过程而已 我认为大家不要把它当做是世界末日 还好这一次是全民调 所以这个不是 我相信李前总统所讲的那句话 相信人民的智慧 民进党的总统要相信人民的智慧 由人民选择 那这个台湾走到今天 我们人民要受这个试炼 我们就还是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讲 民可使游之 不可使之之 我们现在老实说 在选择未来领导人上面 我们还理不清楚 到底民可还是民不可 但是我们很努力的 就是说我们遵从这个规则 我们希望所有人都可 然后呢 要作弊也不是一个人可以作弊 必须要一堆人配合 要帮他收集这个电话号码 你必须要把自己的电话号码交出去 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小小的动作 不要像邪恶去屈膝 对 去服务 称服 一定要坚持善良 如果没有办法坚持 那么这也就是一个过程 大家还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只能做呼吁 我们出埃及之后 我们还见不到迦南地 我们还要在旷野中流浪 我们还在轰铁的 我们还在轰铁的身上 就是轰铁的轰铁的轰铁 是 许能统认自己说 有没有向邪恶妥协 你有没有进一步做一点善良 物以恶小而为之 物以善小而不为 这个很清楚的道理 就做吧 每个人都有一点点小责任 每个人都主张一些善良 善莫大言 这是非常重要的时刻 其实是台湾自己决定命运的时刻的时候 你说与其有亡国感 不如说日行一散吧 对于自己该有善良的是 这个Steve 那天叶万辉 在我们的那个演讲过程里头 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 他说他发现台湾也好 美国也好 很多人 他用英文讲说 大致上这个意思 Strongly doing something wrong Weakly doing something right 很强的去做错的事 很弱的去做对的事 明明知道错的一直做 明明知道对的却不做 上帝对你当然会审判 你明明知道什么是对的不做 那你明明知道什么是错的 拼命做 那你都知道神经不对 这就是问题所在嘛 英文会当然以前曾经传教士 所以他的话语里头 其实常常充满的这种 这种圣经 或是他所传的这些 他所相信的哲理 中间细节 他有看出来 我也觉得这是我们很大的 问题要反省 我们有没有明明知道错的 一直做 明明知道对的却不做 我们有吗 所以这几天大家不要只吃粽子 屈原为什么要跳江 大家努力去传递一下 现在是战略清晰的时代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战略清晰的总统 我们不要吃粽子教 感谢Apollo Fiber Insight独家赞助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助